可是妳真的怎麼 就像妳IG寫的 真的是看不出來 會不會有人發現 妳說發現我其實假懷孕這件事嗎 沒有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要特別藏她 她就是這樣子 我 妳 我 我無可奈何 妳要想說公布到現實嗎 好像就是要真的 哇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導播 導播 真的在公說了 導播 趕快讓我去睡小孩 可是妳真的怎麼 就像妳IG寫的 真的怎麼看不出來 會不會有人發現 妳說發現我是假懷孕這件事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要特別藏她 她就是這樣子 我 妳 我 我 我無可奈何 那個時候 其實我沒有什麼太驚天動地的故事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嗯 感覺應該是喔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monitor自己的身體 然後就是 喔有 OK 驗了 就嗯有 然後我也很淡定 我也沒有 也沒哭 也沒有尖叫 然後也沒有 什麼很強烈的情緒 就是喔 OK好這樣 因為本來就是 在計畫裡面 嗯 只是妳無法計畫 什麼時間點嘛 所以 我才會說我是 一半計畫 一半驚喜 因為我也沒有孕吐 我也沒有 沒有任何一般 好像其他人會有的狀況 我就是 很餓很累 然後想睡覺而已 然後 其他真的幾乎完全沒有 為什麼妳暴露 喔本來就很容易暴露 暴露 在現場暴露 我只是 一直很願意 面對自己的負能量 然後就是 喔生氣也要生氣 對 氣一秒 因為沒事了 算了算了 我的那個最常掛在嘴邊的幾個字就是 啊算了啦 啊好啦啦 算了啦 啊沒關係啦 所以我就 其實也還好這樣子 嗯 我覺得可能 我本來就是 蠻感性的人 然後在天 偏偏在這個運期 又遇到這樣的天氣 就會忍不住 前幾天不是颱風天還暴雨嗎 然後我就坐在窗邊 看著這雨 我就說 這世界是不是要末日了 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很多事情都還沒有完成 我的書呢 我的第二本書還沒寫完 然後我就 坐在窗邊 想說很難過 然後我先生就跑過來說 這是颱風 我們去喝珍珠奶茶好不好這樣 就他就是會想盡辦法用一些美食啊 然後來就是安撫我的心靈這樣子 那憲哥 第一格就是他的反應 歡呼啊 他就歡呼 然後很得 他本來就是誇張派嘛 所以他就是歡呼啊 鬼吼鬼叫 就講那個啊 他沒講七分鐘吧 沒有沒有沒有 他動作比較快 他就說 男生一百萬女生兩百萬 我說哪有人這樣子不公平的 就是那要是是男生 就一出生就少一百耶 太悲傷了吧 怎麼可以這樣 男生女生都很好 然後他就說沒有 我就是堅持什麼 我就想好好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這樣 對然後後來我們那天 認真地想才發現 他不是阿公 他是外公耶 對然後他就一直對外宣稱 他是阿公 我說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狀況 然後他說不管不管 這兩個小孩 就我妹妹的跟我說 不管不管 不管生出來都姓吳 都姓吳 我說到底有什麼毛病 所以你要想說 公平到什麼事 目前到年前都完全沒有變動喔 都是完全正常的 年後也是正常的 好像就是要真的 哇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導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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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公縮了導播 然後趕快讓我去睡小孩 對對對 沒有 媽呀 我沒有就是我 我就是看狀況看狀況 然後也在也在跟電視台啊 各個節目協調 因為現在真的就也是那麼剛好 才剛開心的節目嘛 對所以其實很多工作上面 有一點點來不及調整 然後我就是盡力配合 然後他們也都對我超好的 就是都可以溝通這樣子